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评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中国如何避开全球科技崩溃的最坏情况 当全球大部分地区 在星期五面临蓝屏死寂的困境时 中国却几乎毫发无损 原因何在 中国对微软的依赖程度 不如世界其他地区 并且大量使用阿里巴巴 腾讯和华为等国内公司的云服务 此外 政府机构 企业和基础设施运营商 逐渐用国内系统 取代外国IT系统 这被一些分析师称为分裂网络 这种做法被认为 是中国战略性处理外国技术运营的一部分 旨在加强国家安全 美国则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中国科技进行多种限制 两国在技术领域的角力愈演愈烈 虽然中国也有少部分人 对科技崩溃表示感谢 因为这让他们提前结束了工作周 但总体来说 中国在这次全球科技崩溃中 展现了其独特的应对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崩溃中 中国如何避开了最坏情况 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当大部分地区 在星期五面临广泛的蓝屏死机困境时 中国几乎毫发无损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首先 美国公司Crowdstrike 在中国市场上几乎没有份额 这家公司曾公开表示 北京构成了网络安全威胁 这使得中国的许多组织 对其保持距离 同时 中国对微软的依赖程度 也远低于其他地区 因为阿里巴巴 腾讯和华为等本土公司 已经成为主要的云服务提供商 据BBC报道 这次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崩溃 影响最显著的是 依赖外国技术的公司和组织 在中国 停机报告主要来自外国公司或组织 比如一些国际连锁酒店 如喜来登 万豪和凯越的中国分支 在社交媒体上 一些用户抱怨他们 无法在这些酒店办理入住手续 然而 这些现象仅仅是积少数 近年来 中国政府机构 企业和基础设施运营商 逐步用本土的IT系统 取代了外国系统 一些分析师将这种现象 称为分裂网络 新加坡的网络安全专家 乔什 肯尼迪 怀特 在BBC的访谈中指出 这是中国战略性处理 外国技术运营的证明 他解释到 微软通过本地合作伙伴 21 FireNet在中国运营 这种设置 使中国的银行和航空等重要服务 免受全球中断的影响 这一策略的背后 是北京将避免依赖外国系统 视为加强国家安全的一种方式 这类似于一些西方国家 在2019年 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技术 或英国在2023年 禁止在政府设备上 使用中国拥有的TikTok 与此同时 美国也在进一步加强 对中国技术的限制 自2019年以来 美国发起了一项全面努力 禁止向中国销售先进的 半导体芯片技术 并试图阻止美国公司 投资中国技术 美国政府对这些限制的理由 一再强调 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然而 国营《环球时报》 在星期六发表了一篇社论 对这些对中国技术的限制 进行了含蓄的批评 社论中称 一些国家不断谈论安全 泛化安全概念 但忽视了真正的安全 这是讽刺的 《环球时报》 进一步抨击了 垄断行业的互联网巨头 称 依赖顶级公司 来领导网络安全工作 正如一些国家所倡导的那样 不仅可能阻碍 治理成果的包容性共享 还可能引入新的安全风险 这里的共享 可能一直支持产权的争议 因为中国经常被指控抄袭 或窃取西方技术 北京方面则坚称 这些指控并不属实 并倡导开放的全球技术市场 同时仍对国内市场保持严格控制 然而 中国并非完全未受影响 一小部分工人 对美国软件巨头表示感谢 因为这次故障 让他们提前结束了工作周 在微博上 感谢微软提前放假成为 那热门话题 用户们纷纷发布蓝屏错误的图片 分享他们因故障 而提前下班的经历 总体来看 中国避开全球科技崩溃的最坏情况 得益于其独特的技术生态系统 和战略性政策 随着中国不断推进技术自主化 这一模式 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 寻求在全球技术市场中 找到更稳定的地位 无论是阿里巴巴 腾讯和华为的崛起 还是微软与21Fyanet的合作 都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 独特策略和影响力 随着科技领域的不断演变 中国的这一策略 将如何影响全球科技格局 将成为未来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在全球科技崩溃中 相对毫发无损的原因 主要在于其技术自主性 和对外国技术的有限依赖 当全球其他地区 在星期五面临蓝屏死机的困境时 中国却能够大致避免这一情况 其背后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市场中 几乎没有Cloudstrike这家美国公司的软件 这家公司曾公开表示 北京构成网络安全威胁 这导致很少有中国组织会购买其软件 这一点在全球科技崩溃事件中 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Cloudstrike的软件 成为了这次崩溃的影响范围之一 其次中国对微软的依赖程度 低于其他地区 这得益于中国拥有众多国内的云服务提供商 如阿里巴巴 腾讯和华为等 在这次事件中 影响到的主要是那些 依赖微软技术和服务的外国公司和组织 例如一些国际连锁酒店 在中国的分店 无法正常运营 第三 中国政府和企业 已经逐步用国内的IT系统 替代外国系统 减少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这种策略被一些分析师称为分裂网络 即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全球互联网的国内网络 这样的设置能够让中国的重要服务 如银行和航空等 免受全球中断的影响 新加坡的网络安全专家的乔什·肯尼迪·怀特指出 中国通过本地合作伙伴 21FIRENET来管理微软的服务 这个合作伙伴是独立于微软全球基础设施的 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对外国技术的防御能力 从战略角度看 北京将避免依赖外国系统 是为加强国家安全的一种方式 这类似于一些西方国家 在某些领域禁止使用中国的技术 如2019年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华为的禁令 以及2023年英国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 然而中国并非完全未受影响 一部分中国工人因为此次全球崩溃事件 而提前结束了工作周 感谢微软提前放假成为 了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用户们发布了蓝屏错误的图片 在这个背景下 可以看到 尽管中国在技术自主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且在全球科技崩溃事件中相对稳定 但仍有一些外部因素 会影响到其境内的部分业务 这进一步强调了 国家技术自主性和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总体来说 中国成功避开全球科技崩溃的最坏情况 主要归因于 其策略性地减少了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加强了国内技术生态系统的建设 并针对网络安全威胁 采取了积极的防御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国家安全 也提高了技术独立性和自给自足的能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中国如何避开全球科技崩溃的最坏情况 咱们先说说 中国在这次全球科技崩溃中能够毫发无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在关键技术上依赖国内公司 而不是外国公司 这就像是你家里有自己的菜园 哪怕外面的超市都关门了 你也不怕饿肚子 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等公司就是我们的菜园 而不是依赖美国的微软和Cralstrike这些超市 所以当全球陷入蓝屏死机的困境时 我们依然可以淡定地喝茶 楚天书 这话虽然听起来挺美 但你是不是忽略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那就是这种所谓的自给自足 其实封闭了中国与世界的技术交流 这样一来 中国的技术发展可能会变得更为缓慢 就像你家里种的菜 虽然能够填饱肚子 但永远吃不到最新鲜的进口水果 你看 全球技术市场的开放性和互通性材 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 而不是闭门造车 谢琪琪 你这个比喻还真是有趣 但有点偏提了 中国的策略不是闭门造车 而是选择性的开放和自主创新 你没听说过两条腿走路这个战略吗 中国既有自己的阿里巴巴 腾讯这些大腿 也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 就拿5G技术来说 华为可是全球领先的 在看看美国 还在担心华为的技术会影响国家安全 这不就是实力的证明吗 楚天书 你真会扯 说到华为 那是少数几个特例 你不如看看大多数中国公司 还是在国内市场打转 走不出去 这就像是你家种的菜虽然多 但都只能在你家院子里卖 别人也不愿意来买 有些西方国家技术 禁止中国公司参与 这不也是因为中国的技术 还未达到全球标准吗 如果中国真有那么强的技术 为什么还需要不断地用各种方式 来保护自己的市场 谢琪琪 你说的这些保护市场的措施 其实是为了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 就像古时候的长城一样 初看是防御 但其实还有巩固内部的作用 再说了 看看中国最近的科技突破 比如北斗导航系统 量子通信技术 这些都是自主创新的结果 你还记得美苏冷战时期 苏联的阿波罗计划吗 那也是在封闭环境下成功的 所以中国选择自主创新 并不意味着技术会落后 楚天书 你这个长城的比喻倒是挺妙的 但是别忘了 长城最后也没能阻挡外来入侵 自主创新固然重要 但如果过度依赖内部市场 会导致创新的动能不足 就像一个运动员 不和其他人比赛 只在家里比试水平怎么提高 更何况 技术的发展需要全球的交流和合作 封闭只会让自己变成井底之蛙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这回的说说中国在全球科技崩溃中 怎么这么淡定 全球各地一片蓝屏死鸡的惨像 但中国却像是吃瓜群众一样 几乎毫发无损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 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上 Crowstrike这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几乎是个陌生人 中国的组织可是很小心 不会轻易购买这种公开说 北京是网络安全威胁的公司产品 再加上中国对微软的依赖程度也不高 享受的是阿里巴巴 腾讯和华为等国内公司的云服务 所以 基本上就是国外的酒店 在中国的分公司被影响 像喜来登 万豪 凯越这些大酒店 所以嘛 中国的停机报告主要是来自这些外国公司 有位新加坡的网络安全专家 乔石 肯尼迪 怀特就点出了中国的厉害之处 他说 中国主要靠自己的本地公司来提供IT服务 像微软在中国也得通过本地合作伙伴21YNET运营 这伙伴可是独立于全球基础设施来管理服务的 因此 像中国的银行和航空业这些重要的服务就不受全球中断的影响了 这可是北京为了加强国家安全的一个大招 毕竟避免过度依赖外国系统是很有必要的 这有点像西方国家在2019年禁止华为技术 或者英国在2023年禁止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 大家各有各的招 都说是为了国家安全 说到美国 他们也是不甘示弱 全面禁止向中国销售先进的半导体芯片技术 还想阻止美国公司投资中国技术 美国政府说 这些都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但中国的《环球时报》可不这么认为 星期六的社论里对这些限制进行了含蓄的批评 社论说那些国家天天讲安全 但真安全都不管 这是讽刺 这里的论点是 美国试图决定谁可以使用全球技术 结果自己的公司却搞得全球一片混乱 这回可是给了中国一个绝佳的反击机会 说依靠顶级公司领导网络安全工作 不仅阻碍了包容性的治理成果 还可能引入新的安全风险 但是说实话 中国也不是完全没受影响 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 谁也逃不过技术的牵连 一小部分中国工人可是要感谢美国软件巨头 因为这让他们提前结束了工作周 你猜怎么着 感谢微软提前放假 在星期五成为了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用户们还纷纷晒出了蓝屏错误的图片 这也算是科技崩溃中的一抹幽默吧 总的来说 中国在这次全球科技崩溃中展现出的韧性和策略 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 科技全球化的今天 如何平衡使用外国技术与保障国家安全 这是一门大学问 而中国的做法 正如他们自己所说 是战略性处理外国技术运营的一部分 既要保证国家安全 又要在全球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未来 这种分裂网络的趋势是否会成为常态 还有待观察 总之 这次全球科技崩溃事件 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